近日,DG入华事件升级后,各国媒体都开始报道与之相关的新闻。 随着韩媒报道此事件后,部分韩国网民在看过争议广告后,发生怒对DG,我们也用筷子吃饭。 这针对的是所有有筷子文化的国家啊,韩国人也应该一起参与进来。 23日下午,DG在微博发布制签视频后,网友们都表示不接受,只是在微博发布了制签视频,随后,DG也在推特、YouTube、Instagram和脸书上发布了中英文版制签和视频。 网友们纷纷表示,DG的做法不仅仅只是辱华,更是对亚裔的种族歧视吧,这件事侮辱的是整个东亚文化圈。 据悉,一进入华风波后,国内各大主要电商平台,纷飞下架了其商品,影响也已经在向海外波及。 团结一致对外的国家和人民是强大的,从明星和模特的发声,再到民众的集体抗议,也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我们国家的伟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